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a Hello 我是Gary 今天這條影片 就是一條我想拍了很久的 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一條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往我們去旅行發生過一些 很匪如所思的事情 其實可以結合一些人 Q&A我們讀一下也應該是 不用 我自己那些已經夠了 因為之前的Q&A也有跟大家提過 我是一個超極無力大頭蝦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要靠他幫我 執手尾 執屎 中間我們去旅行其實真的發生過太多事 除了最近去的一兩次 可能有人成長了 之前每一次我都會有一些很經典的時跡發生 所以今天就分享一下 讓大家人以為監獄或者是笑一下也好 而且也誇張一下這位先生到底是多包容我 大家這麼久沒有去旅行 就聽一下當許眾 準備好回顧一下我的經典時跡 其實我已經忘記了 不會再看回戲 就像那些創傷記憶後遺症 即是那些你封印了那些記憶在腦裡 忘記了 有什麼事 那次怎麼了 好痛啊 好痛啊 師傅救我啊 好痛啊師傅 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了 首先我們不如先跟著時間線吧 第一次兩人去旅行 就是去大阪 不是 我們兩個第一次去旅行 去韓國 對哦 我們去韓國 這次了 是去韓國那時候才有騙到的 你又說不妨了 哎呀呀 這個不小心了 記得了 我們兩個第一次去韓國 就是那次先去了濟州島 然後再去首爾 事發地點 我現在很想哭 但是為什麼 因為 在韓國那時候都發生過兩件事 是很非而所思的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那時候在濟州島玩完兩天 然後回首爾我們就選擇了飛機 那時候我們就去到機場了 還要檢查了 等著上機 真的哦 你想想去到檢查了的時間 其實都很長的 突然在檢查完那一刻 我就說了 咦 我的電話呢 女孩子很喜歡問的 我也是不以為然 看一看 咦 沒有啊 我突然寫的那時候不是檢查了那麼簡單 是直接進入閘 就是奪機票的位置 我才發現自己 咦 為什麼我的電話一直都沒有拿著 它真的很神奇 其實它一個小時沒有按過電話 真的很享受和你一起的時光 我和你一起我不需要按電話 可能我真的太具娛樂性了 哈哈哈哈 一直滿足到你人的好奇心 提供到很多娛樂給你 我想起來是沒有錯的 哈哈哈哈 是啊 你不想 我們打電話回去文宿 因為我們是有數據卡 但是我們沒有打電話的份量 哇你記得很清楚 我這些東西都會記得 哎呀 我們在機場就不斷想找一些韓國人幫忙 他們的英文大家都知道 都是有限公司來的 很難得才找到一些交代給他們聽 我們可能留了一個電話 有機會在民宿 可不可以幫我們打電話 問一問 哦是呀 接著打到回去 老闆就真的跟我們說 有電話留在那裡 然後我們就心想 哎呀 糟糕了 好像留在床上 是啊 首先這班機我已經沒有想 會嘗到 因為機場就在我前面 來民宿 單程的車程是半個小時 是我們去還是去送來 我們坐的士回去 因為我依稀的腦袋 好像有印象 那一刻覺得很不開心 然後看著濟州島的風景 然後看著車程 是不是那個老闆有些周杰倫的歌 可以做一個配方 我以路上 被你啟用飛機的地方 哈哈哈哈 那次就是留了電話在酒店 然後令到我們失去了一班 在濟州飛回首爾的飛機 那時候就不知如何立即預約一班 兩張機票 錢不到加上千多元 再加上你那一刻又要的紙 好像花了兩千元 還有因為我們其實還在讀書 所以那個數到我們來說是很大 然後搞到我都很耐心 那他就有安慰我 還有之後他就 每一次我們離開酒店的時候 他都會查清楚好每一個角落 又是經驗的問題 我還很記得我安慰都是 算了 就是一件很小的事 怎知道之後 最後還沒完 還沒完啊 韓國之旅 之後他在首爾玩 到最後一天 就是晚上要乘飛回香港 大家都知道首爾是有分人村機場 以及金浦機場 你搭國際線回香港就去人村機場 好像是去到首爾機場那天 我還很認真地看著時間表 然後跟他說 去首爾那班機鐵 最晚最晚的那班 可能是11點 我們那天上11點那班去人村就對了 因為我們那天都是搭凌晨機走 結果那天就真的上了11班 原來這班機鐵的總站是金浦機場 他是去不到首爾機場 所以給大家一些概念 這裡是我們的起點 終點就是人村機場 中間就是金浦機場 怎知道原來他的尾班車 就只是去金浦機場 你要去人村機場 你要乘10點半的車 我們是上了車 突然間他跟我們說 類似聽到英文說 金浦機場是一個尾站 黑毒臉都聽到 嘩 怎麼會這樣 你不是說看了嗎 怎麼會搞錯了 然後去到 怎麼好像一個死城 是沒有開燈的 因為金浦機場是比較多國內的航班 所以國內的航班其實是很少凌晨機 所以那個機場那一刻 其實已經是處於一個差不多休息的狀態 是沒有人幫到我們 有時候一個人撐住兩個行李 在一個樓梯上上下下下 我就不斷跟他說 你給我拿吧 然後你不要緊要我拿 然後我在後面看到這個情景的時候 我就很內疚 我知道他還好像在Instagram 打了一篇感謝文 類似的 都好像有的 因為我們其實都搜尋 搭的士都很遠 覺得有些時間就搭巴士 到最後我都忘了在哪裡問人 總之發現 原來連那個小時數 是連巴士都沒有 一定是要搭的士 而我們身體重要是沒有汪 這下真的很貴 你連搭的士都沒有汪 我們身體真的只剩下美金 所以很幸運 剛好看到旁邊有間酒店 我們就直接要進去酒店那裡 用一個很貴的匯率 去給一些美金換的汪回來才可以搭的士去人村機場 去旅行 你真的要代替一些類似救濟金的東西 沒有想過會發生這些情況 所以這些錢用得很盡 因為以前真的會覺得 你都上飛機 有些什麼就用了它 還小時候 都還是 還小時候 就是吊硬 那時候還是一種思想 沒有預備一些充足的當地貨幣 的士的畫面真的沒可能忘記 那程車大概搭了半個小時左右 可能也有九個字 總之他是九個字就是這樣 這樣 我有嗎 有沒有 讓我哭出聲 我不是默默疑淚 我不知道 總之都有在這 都有啦 團一下 早點 bl 但其實我知道 對於他來說一點也不小 因為他的 因為所我知道 因為他跟我第一次去旅行 兩次 就是嚴格來說是它令到有些事情發生 因為這樣想到我們差點失去了兩班飛機 說了那麼久 我們第一次去旅行這件事才完結 接著就去到我們兩個第二次兩個人去旅行 那次就是去大阪的 那次都是因為我 去旅行我們就會兩個 可能一人拿了兩萬日圓出來 就進入一個公家的袋 那公家的袋 我們那時候又真的連少無知 放了護照 而追連少無知那件事是什麼呢 那個袋竟然被我保持 這件事是錯了 大家都猜到發生了什麼事 那時候我們就在機場那裡搭 糟了 日本那些叫什麼 JR 啊 是 他老婆去旅行我連JR是怎樣 我都不記得了 總之我們就搭JR去到我們那間酒店 我們那間坐的位置就是 日本最旁邊近門的位置 是有一個板拉下來的 即是如果你一起來 那塊板就會自己上回去的 總之下車那一刻是很急的 即是沒有完全準備好的狀況 我就說下車了下車 他要衝下車 一下車 車一閃門那一刻 我就突然間吃起 那袋我剛剛好像用手拿著的 然後已經知道 哎呀 真的 那種袋有什麼呢 大概應該是我們每人有5萬日圓 最重要就是我們兩本護照 都在那個袋裡 首先我第一次的心情是 不是吧 有來了 這次來到第一步就是這樣 當時有個朋友 他都是日文非常流利 然後我去了一個站務 因為我們真的很難跟那些日本人溝通 就拜到他好像越陽那樣 跟我們translate一下 就說我們留了一些passport 還有錢可能在那個袋裡 你可不可以幫我找一些同事 看看有沒有啊 我們那時候就在那個站頭那裡 真的站在那裡等 然後那個職員就突然說 啊 你們那個袋找到了 在那個中點站那裡 你們搭去那裡 搭到去那裡之後 就真的找到那個袋了 那袋裡面呢 兩本passport都還在 但這些錢就沒有了 起碼那個人不是收拾完那些錢 之後禮手就扔走那本passport 就是都有手味啦 總之就是拿回那本護照 就已經是 非常之 借錢借你 所以在那次之後呢 他又學多了一件事 就是以後公家錢包 是絕對不會給我戴 passport都是不會給我戴的 就是每一次跟朋友去旅行 我都不會戴公家錢包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瘋的 以後我都沒有再碰過錢的東西 他呢 在我心目中 或者在他的朋友心目中 應該好像一個大家姐那樣 他那些朋友是指望他的 而走路去哪裡都是問他的 然後呢 竟然是跟我一起 就流離流露 針對我呢 總之我跟朋友去旅行 我負責說去哪裡去哪裡 搭什麼車的 但我一同在一起 我就好像一個弱智一樣 將所有東西不見了 然後餐盡未不見自己個人 好了 那接著之後我們就 東京是什麼 機場的問題 是不是最大單的一件事 我覺得都大單的 那次有拍vlog的 因為那次去東京的機票 是我訂的 那個年代是很喜歡去Hong Kong Express 去搶那些便宜機票的 每一次都是搶到便宜機票才去旅行 訂機票那一刻 那個Destination和出發的地方 都是打英文的 我又很順利成章地覺得 我們是在羽田機場下機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在羽田機場上機飛回香港的 誰不知 如是者一路就那個旅程 大家的看法都可以看得回來 都是非常愉快的 高興的 重點呢 竟然是去到機場才發生 就是驚天地一鬼神的一幕 我記得是坐在一個扶手電梯 我看一看燈牌 為何沒有我們那班的 何班編號 我的畫面翻過來 我就說 是不是我們太早來呀 找來找去都找不到Hong Kong Express 突然我做個腦袋就訪問了 不是呀 城田、羽田 有沒有這裡搞錯呢 然後我一看那個名字 不是呀 真的去了機場 假設我們應該是去城田機場 乘搭飛機回香港 但是我們去坐在羽田機場 因為我人面對這些問題 一定不會怪責那些 因為我覺得其實雙方都有責任 只會想怎樣去解決問題 但是那一刻呢 我一想已經很快發動 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那班機場一個小時就起飛 我們是沒有可能趕一次去到那裡再check in 我打給阿婷 叫阿婷幫我立刻在香港那裡check 究竟下一班最快在城田飛回香港的機 是哪一班 結果是都要去到早上才飛到回香港 結果我們是直接沒有去到羽田的 應該都是比較過 就是那一天最快回到香港的機 城田和羽田的時間都是差不多 所以結果我們就留在城田 我就是很記得我那一刻的腦袋是一片空白 那時候又是凌晨機機場 機場又是不是很多人 而且又不知不知關了一半燈的 那我就在櫃頭那裡 和我朋友處理完這些手續之後 好像只是他幫我們預約過另外一班機 就是我趴在櫃桌那裡 和我朋友說完電話之後 然後我是把我整個背囊就這樣留在櫃桌 然後我的人就走走了 我那一刻都知道他真的 那個人完全是高夫城失去了一切的感覺 哈哈哈哈 因為我也空白了 我好像都隔了幾個字 才突然之下說 你的背囊呢? 哇!在那裡! 然後他就是把背囊就這樣擺在那個離我們 大概都有50米的距離 就這樣見到那個背囊就這樣擺在那裡 叫那個機場沒有什麼人走 那時候 這都是覺得自己是瘋的 還有都真的大意的 就是沒有看清楚 然後我去城田機場和宇田機場 就是頭三次去旅行 失去了兩次飛機 不見了一次電話 不見了一次錢 不見了一次錢 但是還沒完 之後我比較近期想到的東西 就是去沖繩 那時候是我們一大群朋友去 錢啊 那些行程啊 各樣東西都不會是我來的 就是我是做廢物的那一次 我這個廢物又發生了一件事在我身上 那時候應該是一大群人在商場走 大家都知道在商場走 一定是有些人會坐下來等一等 那我那時候就坐在那張椅子那裡 等到那些朋友之後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自己加油的 就一起起來 就走 咦?你記得了 是啊 走到下去停車場 然後上到車的時候就突然覺得 嗯? 好像小一樣東西 兩手蝙蝙蝙很輕鬆 那些人 然後突然覺得 咦?我背囊去那邊 突然發現 我的背囊留在上面的長椅子上 其實真的很神經病 就是一個人拿著袋去旅行 竟然可以整個袋留在那個位置 我也很感謝我的朋友 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這條片 他是用一個9秒9的速度 我從來都沒有看過他原來可以跑得那麼快 一下子飛奔了過去那個商場的入口 然後跟我跑上去 幸好 因為沖繩 實在不算太多人 你看這個小刀 我的背囊仍然在那個位置 你真的沿繩無缺地放在那裡 真的非常好 但是再說一次 我沒見過這個朋友跑得那麼快 大家可能會很好奇 為什麼不是我跑 對啊 為什麼不是你跑的? 我們好像還要跑樓梯 那時 突然間我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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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有看過Vlog 就知道我們有去一間地毯店拍照的 就是我們拍完自己的照片之後 我們就走上去附近一間餐廳 打算坐下來吃東西 走到差不多 我打算拍一拍餐廳的外圍的時候 突然覺得 咦? 為什麼我對手沒有動相機的? 這個時候我就馬上問他 我沒有相機呢? 然後他就說 蛤? 我沒有拿到? 好像真的沒有給我 他就說沒有啊 可能在剛才那裡 這個時候我就真的跑得超級快 就飛了去那裡 我們距離那個地方不是很遠 但是那裡也有很多遊客 是啊 真的很害怕啊 真的 之前拍的照片 拍的片 全部在我的相機上 這件事真是最害怕 現在想法是 用錢解決不回來 因為那些相片 拍不回來 一跑到過去就看到那部相機 剛好就在那間店舖的通道的旁邊 然後我就 哇! 很幸運 馬上撿回去 為什麼我無緣無故 買了相機在地上 還要是一個本身拿著相機拍Vlog的人 應該無時無刻機不離手 竟然都可以把相機放在地上 好頭痛啊 好頭痛啊 我真的神經病 原來有提到什麼 剛剛我真的想起也想不到 這個我也記得 突然之間我的東西是 真的創傷記憶後遺症 讓我看看我們 那些 我原來跟他一起那麼累 以上就是我們去旅行 那麼多次發生在我身上 一些匪夷所思的事 我希望我們隔了那麼久 現在這兩年都沒有去旅行 我覺得我個人都成長了很多 我相信之後這些事 就已經會成為絕跡 不會再發生在我身上 我那時是簡直 你問這個女生是瘋的? 腦袋是不是有事? 終於就是少了一條根 我好像長期 那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我所說的一些例子 都可以令大家 引以為監 前居可監 小心大家的財物 將你們的公家錢 或者是Passport都好 交給一個你們覺得信任的人 我希望這一集的分享 會是第一集 還是最後一集 我們不會再有機會拍第二集 不會的 OK 這些事是不會再發生在我身上 沒錯 好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